身穿藍色羽绒衣的男子 一个扑开心就骑车冲撞女宝泉 女宝泉倒地不甘受到暴力攻击 就算跌坐在地 仍一手抓住施暴男子的衣服 不让他离去 一边拉住施暴男子 一边又有无线电请求支援 没想到男子恼羞成怒 要是对女宝泉一阵全打脚踢 不过就在此时 旁边突然冲出了一个孩子 一上来就潮施暴男子一个飞踢 直接将男子踢出了监视镜头外 接着又跑进房里 拿出一把比他人还高的钢叉 想要拼命 原来这男童正是女宝泉的儿子 听到母亲被欺负 立刻冲出来 应有旧母找人拼命 画面传到网络上 网友纷纷直呼 这孩子真是好样的 不过有孝子就有膩子 来看看湖南的这名男子 拿着一把菜刀追砍的是自己的亲父 好的警方及时赶到现场 向他制服 然后我看见之后 我立马就追上去 把他的刀给躲下 把他的右手 把刀的老板手给安住 然后把他制服了 原来是否当时这一对父子 因为家庭所事 在超市门口打架 儿子情绪失控 拿起刀子要砍老爸 索性被警员一秒制服 否则孔面诚无法挽回的人伦悲剧 记者 陈翘老板